恐怖的事情問我我是不會的 靈界的事情問我我更加不知道 但是有一件事我很肯定 而我又知道的就是 如果你想聽恐怖的事情 或者有什麼靈界的事物 你都想探討一下的 當然要聽潘兆聰 恐怖在線 以前我就在元朗的村屋住的 那時候我就已經 那時候就嫁給前夫 那裏就剛剛發生了一些事 那裏面那條村就死了十幾個人 什麼村啊 是一連羊咩村 羊屋村 對 羊咩村 死了十幾個人 羊屋村不是全民 他們都找了 他當時在村公所裡 已經找了一些問米的人來問 就說有個紅衣的女人 哦 那時候我都沒有理會的了 是 那時候那條斜路是 才可以落到那個村那裏的 嗯 那時候我就 剛好他駕住那輛車 我在這個城下位那裏 抱住了一個女兒 嗯 他走 剛好他經過那個圍織 我看到那個女人 但是那時候 因為我們那個角度 我是坐了在那裏的 嗯 嗯 然後是站在那裏的 嗯 那我只是很近距離 我只看到他 見群伐 那個分的位置 就沒有看到他的樣子 是 然後就落回去 家裏那裏 立即跟他們說 那其實你是有陰陽眼的 我以前 因為我以前 因為我一向我家裏 都是做出殯儀那行的 哦 嗯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關係 現在沒有跟他們一起住 就沒有什麼 嗯 反而是有些感應 這樣 但是我想問 你說那條村 有十多人死了 是不是 剛才你所說 那是什麼死呢 是突然間死 意外的死 還是怎樣 是因為那個女人 嗯 想 他說喜歡 看著 某一個位置 想在那裏住 哦 想找個替身 那不用十幾個 是嗎 要找十幾個人來填命 她才可以 可能借絲還文化 那這個女人是何來的 是不是村民來的 又是 不是村民來的 她是怎樣來的 她是外來來的 但是在你們那裏死了的 這個紅衣 紅衣 紅衣 這個 不是在這條村裡死的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死了 她是喜歡 某一個位置 想在這裏再住下去 聽他們這樣說 都很離奇 是啊 哦 那這件事怎麼問回來的 是問米才問到這個女人 就說這個紅衣的女人 是啊 一直纏繞著這條村 十幾個人 纏繞著這條村 十幾個人 然後 然後 除了我之外 也有人見過這個女人 怎樣的情況 簡直是 那時候 我們落到村 那時候 有個垃圾池 那樣的東西 是 然後隔了二十步 就回到我們家 嗯 剛巧她 唐姐姐那些 是跟我們同一個棟樓這樣住 是 她唐姐姐已經自己走走走到 差不多去到垃圾池 那時候見到這個紅衣的女人 是 她馬上掉頭走 簡直要叫她 打電話給她 叫她的哥 出來載她回去 哦 這樣啊 不是很害怕 整條村的人都人心惶惶 會不會呢 其實那條村的人都人心惶惶 其實我覺得 足夠有很多資料 邀請文敏上來做嘉賓 這條村 很少 應該是新界的地方 我想問 這件事是多久之前的事 十幾個 這件事已經十年左右 十年的事 又不是很久 如果你說十年的事 十年 我也很久 不是 如果十年來說 我又覺得未算是很久 但我真的未聽過 有其他人打來講 整條村來講 很嚴重 潘小聰 恐怖再見